好,咱们继续啊,继续咱们下一个内容 咱们下一个内容呢,是结构体 这块已经写了,就是说咱们go里面呢 它这个没有class啊,只有这个结构体 像咱们别的语言是不是都class啊 大部分都class啊,然后这块它是用个struct 结构体,作为咱们的类,然后这个东西呢 因为它也属于一个类型,是一个类的类型 所以你在定义时呢,也是一个type 这个type关键字,对吧 type结构体名,然后这个struct 里边呢,写它那些字段就行了 然后那么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怎么定义一个结构体啊 来,搁这边来写啊 先说这个结构体的话,我们想定义一个 其实就相当于别的语言,定一个类,是吧 那么在这儿,我先定义一个,比如说咱们学生的一个结构体 根据刚才那个语法呢,我们应该用关键字叫type type来个student 嗯,struct 其实就跟大家写的类是一样的 里边给点字段,比如说这个id 1,inter,啊,就是这么写,name,strain 嗯,性别,啊,你可以来个bet 然后age 嗯,地址 行了,就来这些吧 然后这样我们来了一个这个结构体 也就是一个对象,一个类 那么给这对象呢,首先我们要这个创建对象并复值,对吧 第一个,嗯,出这话对象 或者说创建对象 那么你直接就写一个这个student student,这个就行 嗯,直接就给他一些值 他第一个是id,1 第二个name,3 6,6,6是一个应该单人 因为这是一个字符呀 字符来个female 然后18岁,地址 地址这个沙盒,是吧 哎,写的跟上海似的 哎,这边给接一下啊 接一下vr一个,哎,就是声明一个 比如说s,se,student类型 等于,哎,这就行了 这就是创建一个对象,直接给他值 哎,这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啊 打印一下 再打印 啊,你看,这就是我们一个结构体啊 他就打印出来给你放一个固化一遍 好,这是第一个 啊,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把这值啊 都给他攒齐了 给他创建一个对象 有时候呢,你只有这个姓名 啊,只有这个年龄 也可以啊 就是说,指定某几个字段 给他复制 指定某几个字段 复制 嗯,那你如果这样写的话 你就应该写 复制一下 咱们这个能省事就省事 s2 嗯 那你这样的话 就是 这么写 比如说我只想复制这个ID和这个 和这age啊 这样写 都删了吗 你在里边呢 写个ID冒号 然后这个2 嗯,age冒号25 这个就可以的 s2 也就是说呢 你想单独给哪个字段去付 你就给他指定一下 看到吧 啊,上面这个啊 上面这个 它是咱们工具自动提示的啊 你那个vs应该是没有吧 啊,vs应该它不提示这个啊 我上回看 有他问 我说为什么你上边这个全指定了 是吧 这不是我指定的 他自己提示的啊 啊,对啊 对,毕竟 毕竟咱们使用这个 这属于一个付费产品啊 是吧 虽然咱们也没花钱 行,这个是咱们创建这个对象 然后 还能怎么着呢 还能这样写啊 咱们就各种写法都给他录一遍 啊,就是咱们可以先给定义一下 tomate tomate 一个i3 嗯 嗯 这都可以的啊 啊,这里边呢 你没指定的 他自动是为默认值0值 也就是那个0 然后其他是字符的 字符刷的就直接空了啊 这是你指定的 有值 没指定就默认了就行 这是第三种 然后还有这个第四种啊 呃,第四种呢 我们可以这个结构体 结构体作为这个指针 变量 出实话 你看这个跟上面不太一样了 咱们讲面向对象这些呢 都会分两套去讲啊 一套是正常的 一套是指针的 你会发现这正常和指针 它这个效果不太一样的 好,那么这边来一个 比如说再来个学生 S4 嗯 这回我来个指针的 指针的学生 这个指针的应该存啥呀 存地址 啊,存地址 存地址 咱们以前说过呀 这个取地址怎么写 对啊 取指符是这样的 然后那后边你再写 写这个就行了 把它复制一下 也就是说多了一个取地址符 嗯 这边是4了 这就可以了 啊,这是咱们这个指针 呃,结构体作为指针变量啊 那么打印一下 看看有啥区别吗 S4 S4 啊,你看加了一个地址是吧 嗯,因为你看 它首先给你打出来的是正常的这个值 所以说肯定是取取里边的值了 嗯,然后这块啊 咱们说一下他这个 嗯,怎么拿到这个里边的一个变量啊 也就是说呢 现在我这S4是一个指针对象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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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它有ID吧 有 打个ID 是这么去打印的 这个就是说 我们取的是指针对象里的某一个字段 运行一下 你看取个4 没啥问题啊 那么咱们直接写 写这样来写啊 你看我直接用S4去点 它也能点到ID是吧 那咱们再看一下这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这俩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啥情况呢 就是说 购语言呀 它会进行一个判定 判定你打印这个堆项 是直类型还是指针类型 如果说你是一个指针类型 你这么传进去的话 它在底层会自动给你转成这样的 懂吗 所以说呢 咱们一般的会直接 你直接写成这样的 当然你想省事就这样也无所谓了 对吧 因为指针啊 你这么写也行 它自动转换成这个样子 OK吧 嗯 这个 S4.ID也行 但 但够会 自动转为 好了 够呢 它会自动转为这个星 S4.ID OK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咱们第四种了 然后咱们再用一个 嗯 这么写吧 再写一种 就冒号等于号的 咱们来个S5 比如说我冒号等于号一个 再来个指针的 这个也行啊 这些怎么写 其实都 差不多 S5 这是5 你看这些都是一样的 各种写法呢 咱们都看一看 除了这些还能咋写呢 好像没了是吧 嗯 也就 无法还有这冒号等于号 也就这些了 NU NU也行啊 就是直接NU一个对象 是吧 啊 那个不是用的 再写吧 行了 先这样 嗯 这个是咱们先说 这个结构体 定义和畜质化 粘过来 这么一写 感觉这结构体 还挺简单的吧 嗯 那么 下面啊 下面还是关于 结构体这些内容 那比如说 下面说 我们这结构体 嗯 它可以作为这个 函数参数传递 这个就是说 咱们以前 你别的语言 写一个对象 是不是也那对象 作为参数传递啊 嗯 这一样的啊 咱们看一下这块 呃 构语言里边 这个结构体 作为对象 去传递 呃 这个 这块 它跟你别的语言 稍微有点不同 因为咱们可以是直类型 也可以是直人类型 对不对啊 咱们一会可以顺便对比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直 直和指针 传递它不一样的 对 这不一样 好 来这边 写代码 呃 上边这个学生 学生ID name 6H 这我改成个四顺吧 好用 呃 就这个对象啊 就是这个对象 然后我写个方法 写个方法 以这个对象呢 作为参数 定义传递学生对象的方法 那么来个方圣 然后咱们叫个 temp student 嗯 student tmp student 呃 注意啊 我在这里边 这个函数啊 一会儿把 student的对象 当参数传进去 那传进去之后呢 我在这个 这个函数里边 修改一下这个 对象的 有ID 修改一下ID 你比如说等于个200 好吧 呃 修改完了 我哥里边再打印一下 这个对象 对 temp 等于一个 temp ok 这是 呃 咱们定义 并给打印一下 而且这个是直传递吧 啊 我以直的方式传递 那么顺便再写一个指针的啊 方式 复制一个 嗯 嗯 现在我传指针 student 好 指针进去了 呃 那么这个进去之后呢 咱们现在应该操作的是p p.id 这刚才咱们说了 是可以拿到字段的 哦 这我也改成个300 嗯 改完了再打印一遍 这个p 就等于 p 好了 这是外部 咱们一会儿要调的啊 然后现在搁那个may里边去写 呃 上面呢 我们是需要一个学生对象的 这我创建一个 var一个s student 等于 student 嗯 id name 性别 嗯 年龄 还有个地址 北京 好 有这么一个学生 那么这个学生呢 我先给他 一直的方式传 传到这个里边 哎 你注意啊 我这个把学生传进去之后 首先在这个方法里边 他会打印一次吧 嗯 也就是说他修改之后打印 那这块肯定是改了 那么他打完之后呢 我在这块再打一下 看他有没有变啊 看我这个may里边的student 有没有变 懂了吧 嗯 对 也就是这是may里边的s 是s 好 打印 呃 上面改成了版了 很正常 下边没有变吧 没变 OK 那么咱们现在看一下 如果以指针的方式传递 哎 传递这个指针对象 temp temp 哎 temp 2 这个我传的肯定是取地址传 是吧 取地址传 传进去打印一下 这是may s2 s 哎不是 我都叫s 对对对 行 这可以啊 啊 咱们再运行 嗯 咱们看到区别了吗 嗯 啊 你看这个 用指针传的明显就改了吧 嗯 啊 所以咱们这个 后边做 做东西的话 很多时候会用指针 去传这个对象 因为你不指针传的话 那分合等于白战呀 对吧 所以说咱们一般会用指针 去传啊传完起码它该改是改了 那你正常传它改完外边没反应呀 对吧 好 这个跟你其他语言不一样 咱们其他语言 你只能按照它语言来 这块咱们是想怎么来怎么来 嗯 我就是正常传 传起一个方法 然后把结果 语论 他把任何东西接收一下 是不是就和这个人传是一个 一个样子 嗯 你说处理完了吧 你只给我接出来 对啊 是不是就接出来的这一份 就是变过之后的 是 哦 那个是啊 啊 那接出来 我现在属于没有接出来 嗯 对我现在呃 如果没有接出来 你还想变的话 只能就指针了 他因为指针的话 操作的一定是同一个对象 嗯 啊 这个接个代码啊 结构体参数可以搁这儿 他会小一点 结构体参数 嗯 下边 下边这儿说个什么 说结构体内存结构 啊 咱可以说一下这个结构体 它在内存里边的一个存储形式啊 啊 比如说一个结构体 它呢 在内存里边这儿写了 会占用一段 连续的内存空间 嗯 啊 它大概是这个样子 简单画一下 嗯 它那个 每个结构体是不是咱们有字段呀 对吧 它这么存啊 哎呦 我画的有点飘 它这儿 你那个第一个字段呢 字段一 然后字段二 字段三 字段四 哎 它这么存的 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它这个结构体啊 它在内存里边 会占用一段连续的内存空间 去存它这些字段的 啊 大概这个样子 能想象吗 啊 咱们这个结构体 是不是有字段呀 有ID 有Name 有AH 嗯 是吧 它是占用一段连续的存储空间的 OK吧 嗯 嗯 那么这个咱们可以写代码看一下啊 写代码看一下 搁这一块 嗯 这儿吧 我为了让它这个更好的演示啊 我给弄成一个类型 也就是说呢 这个 下边先 没用的先删了 听过咱们上节课的 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弄成一个类型 我上一课是不是给画内存结构图了 嗯 你这个一个类型不是更容易在一块吗 嗯 咱们来个int 32的 然后b int32 因为这样的话 我好演示效果 你如果不这样的话 它等于是 呃 给你切成两片了 有一片是存那个地址的 是吧 嗯 这个忘了可以看看上级课那个图啊 哎 我这样的话 它不会切两片 都存在一片连续空间的 好 然后我创建 呃 上面一个学生 这个student student 呃 我要怎么证明这个事呢 我可以很巧妙的啊 我这样写 formate printf 这个 嗯 然后我现在打印的呢 是这个A的地址 嗯 用百分之后P 也就是那个那个指针去打 呃 怎么打呢 怎么打呢 嗯 嗯 应该是 取地址 s点 这边走一下啊 嗯 这边走一下啊 嗯 A的地址 啊 这个是什么写了 嗯 我现在想打的不就是地址吗 嗯 我想我想打这个对象里边的一个东西啊 嗯 嗯 A的字段 嗯 对啊 这个不就是它点A吗 嗯 来咱们复制一下啊 看一下其他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A B C D 你能分别打一下S的地址和A的地址 S啊 嗯 行 你是说搁上面再加个S是吗 嗯 就这个意思 对 嗯 但是 但是它跟这个是没啥大关系的 它只是说字段是一个连续空间的 嗯 C 它不是说它那个结构体的地址正好 不是结构体 是它那个出土的地址是一个元素的 嗯 对的 对的 啊 这个A 然后B C D 走一下 往上拉一挡啊 看这个 啊 那看来你想法是对的 啊 对 那你想法是对的 它的意思是跟我上级课说那个数组一样 我画那个数组是 数组它第一个地址就这样的 那个比如说LI 有一个 就就比如说一个列表吧 里边存一些数值 123 它在内存里边不就是123吗 嗯 对不对 一个1是有地址的 比如说0x12 然后2的话 比如说四字节 0s16 16 0s20 嗯 那么呢 我们这LI它实际上记录的是列表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也就是记录12 对不对 嗯 那看来这对象也一样啊 这整个对象它记录的地址是540C0 对吧 因为它第一个这个元素或者第一个字段的地址 恰好就是540C0 它就记录的是这个地址 然后咱们又说了它所有的这个字段实际上在内存里边是一片连续的存储空间 那你看C0 C4 C8 至于说为什么CC的话 这是16金质 它12就是C 是吧 这16金质给转换的意思 其实这CC就是C12 好吧 那这个就符合咱们的猜想了 对吧 我现在为什么要上面都给它弄成Uint32呀 因为Uint 不是Uint Uint32是沾四字节的 我这不是好看吗 明白了吧 好吧 咱们用这个一个实例证明了咱们这个这个什么 结构体 它的这个 对 在内存里的样子 说明我这个没有跟前面胡椒拔到 是吧 把它搁这儿 小一点 小一点 OK 然后这个说完了咱们的结构体还有一个内容啊 这个构造函数 啥叫构造函数 通过一个函数 反过一个对象 嗯 对 你比如说呢 咱们有一个对象 就像刚才这个学生对象 嗯 你想创建他的话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Ware 然后去曼号等一号 或者说去NEO这些 嗯 对吧 那这些呢 其实你可以啊 没问题 然后咱们也可以呢 说啥呢 哦 小贝啊 啊 然后这里边呢 你看就是就是说我们还可以通过写一个函数 嗯 让那函数呢 自己去创建这个对象 给我返回 那之后我在用的时候一掉那个函数 它就返回这个对象 这是不是比较好用啊 嗯 也就是说节省我们写代码时间了 啊 是这儿一个函数 呃 其实它呢 就是一个普通函数啊 只不过它干的事呢 比较特殊 我们就叫一个构造函数吧 嗯 刚才没有写NEO 在这儿咱们可以用NEO去写个构造啊 好 那么看员这儿还写个啥 构造是一种特殊的函数啊 知道了 咱们写吧 来 这这个我就不要他了啊 这个刚才为了实验写这么一个东西 首先那个我先写个对象 比如说user struct 嗯 给他点字段 id name name 啊 age 行 啊 构造 构造的那我应该不写妹了 写个构造的啊 啊 其实我们这个呃 构源啊 它没有构造函数 只是说我们去模拟一个构造啊 给反馈一个对象 像其他有的语言它本身是有构造函数的 对吧 必须符合那个语法规范 它就是构造函数 咱们这儿是没有的 哎 包括咱们一会儿要学那面向对象 你会发现构源呢 实际上它没有面向对象 只不过是我们用它的语法去模拟出面向对象 啊 啊 构呢 它就在这儿比较轻量级吧 模拟一个构造函数 咱们来个方式 呃 呃 函数呢 像一些第三张库 还有一些框架的话 它这个习惯上命名都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new 啊 然后一个user 啊 就是说充建谁呢 就去new谁 那么想充建一个学生对象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传入这个id是吧 传入id 多个多号 id name 对 age 好了 啊 我们这个返回的话 你可以返回一个指针类型的user 就是创建好了就返回它 那么下边啊 直接就是user 在它里面呢 去创建 它就负责给我创建对象 就是直接new一个 这new是咱们以前讲过的一个函数吧 嗯 来 直接把这个user给扔进去 哎 这个new呢 相当于给它分配 呃 就给它分配指定的一块空间 对吧 给给定一块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给这个user去复值 嗯 你这id呢 就等于 就等于id 你这个name 你这个name 就等于这个name 嗯 h 就等于h 最后呢 它再给我返回user 啊 这又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构造函数 所以呢 咱们现在没有什么应用场景 大概是到那个 嗯 写那个web 写那个跟框架的那些 咱们再用构造函数吧 啊 对 实际上这个就是为了咱们 写的没有省时间 然后大家 呃 就用user直接掉下 用user直接掉下 他就创建一个新的 创建一个新的 懂了吧 嗯 啊 其实你不写这也无所谓 自己去new 去这个末号等于号 都一样的 对吧 哎 这就是一个构造函数的概念啊 好 这个温度我发一下 然后咱们现在下个修集很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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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